看到母親很高興 一高興的情況 我就往我母親那邊走過去了 我就衝過去了 衝衝衝突然有一隻手就把我拉到旁邊去了 拉過去的時候啪啪就給我兩巴掌 我整個人都瘋了 傻掉了 一個男老師把我拉過去啪啪 那男老師出手都很重了 你看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冒驚心啊 真的是冒驚心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大能看好像 他是錯的 你怎麼來搗蛋 其實不一定的 那一下子那個落差太大了 所以我感覺 真的你當老師也好 或者當父母 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修行道場 你每一個境界都在考你 能不能穩住脾氣 不要說老師 父母啦 我們現在帶組織啊 你當領導 也是不簡單啊 每一個人用每一個人的狀況 你假如情緒上來 你的功德就被燒掉 所以我們早上說 善才投子啊 五十三餐 但是當生成就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老師 只有自己是學生 那就是 你哪怕是面對一個孩子 他都是一個境緣 我在這個境緣當中 我能不能不動情緒 這個境緣就是來看念我的功夫 能不能不被他們的行為而動氣 我都給你講幾遍了 你看 被轉了 我都給你講幾遍了 代表講的都有落在心上 因無所住啊 而生其心是真心 所以我們看自己的起心動念 看得越細的時候 就會常常看到有助 有助就是 你其實已經落了一些印象 你才會在這個境界當中 會有情緒上來 這個境緣就是提醒我們內心深處 還有哪些東西要放下 人與人相處是很微妙的 哪怕是他錯了 你沒有動氣還包容 他的慚愧心很容易起來 這叫愧之 小人可使為君子 這個宏義大師有 將格言連筆喔 挑一些精華出來 變成格言別路 這些句子喔 裡面還有人情勢理 把這些人情勢理彰顯得非常好 把這些人情勢理彰顯得非常好 人情勢理非常重要 其實就是你要隨時能體恤人心 李秉斌蘭老師講過 學佛就是學人情勢理 不懂人情不懂勢理啊 會傷天害理 會學成佛呆著 會學成佛呆著 書呆著 我當時看到李老講這段話用 傷天害理喔 哇 他用到傷天害理 其實也有道理就是說 因為我們畢竟是一個佛弟子的身份 或者是 或是傳統文化老師的身份 大眾會看我們比較高 假如我們這種人情勢理沒有用心去體會 會啊 會讓大眾感覺說 你這種情況啊 這種問題呢 連我們沒有學的人 都不會有這種情況 為什麼你們會有這種情況 那大眾 那這個不能學 都學成 我最近處理很多個案喔 真的是痛心啊 就是傳統文化學校 你看一個小孩四五歲 他把他關在一個小房子 小屋子裡面 然後讓他一兩餐不吃飯 我說你們怎麼狠心做得下去啊 你說這樣的行為來講啊 社會大眾都不會這麼做 結果我們學傳統文化學那麼多年的人在做 這個就變成什麼呢 就是我們在學傳統文化的這個音源 或者是在教的音源當中啊 我們的那種控制要求啊 增長啊 所以會不會修行真的是太關鍵了 可是要會修行啊 要能內 就是說佛法是內學 他又能常常關到自己的心念 他關不到呢 他就是往外一直要求 所以了凡事訊裡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話 唯從心緣應歸處 默默洗地 你看打孩子那些行為 我們根本就已經發脾氣了 其懲恨性了 我們自己都沒有反觀 然後他們那些團體啊 就是透過發問問題 我才了解他們內部的狀況 他說任何情況都是老師對的 那就是一言堂 老師又不是聖人 怎麼可能他全他對 可是你看他在那種氛圍之下 他就好像樹立他是絕對的權威那種樣子 那你一般的大眾真的遇到這種人 或者這種團體 他會對傳統話非常反感 對呀 人家唐太宗當皇帝的都沒這樣 人家很求見 希望人家提不同的意見 堅聽則明 偏信則暗 你看《群術之要》裡面有強調這一點 所以這個人情事理還是很重要 你看那個隔眼裡面講 處事要替別人想 論人先將自己想 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 無諸己而後非諸人 其實這個都是人情事理 比方說我這個優點我做到了 我帶動你 這叫有諸己求諸人 我自己沒有這個優點 我一直要求 他一定不服氣的 無諸己 我今天沒有這個缺點了 我護念你 把這個缺點改掉 我今天你要給我改這個 我自己也有 那孩子跟學生一定 你自己都這樣還只是講我 他一定很難接受的 古人留這些話的時候有先後 知所先後啊 則盡道矣啊 好 剛剛那一句說 這個 潰之 就是你要做到讓人家的慚愧心 自己升起來 潰之 小人可使為君子 積之 積之就是你 好像那種言語比較刺激他 積之 君子可使為小人 有些人呢 丈夫其實是不錯的 但是呢 太太言語太犀利 積之 君子可使為小人 好 在他 太太命 啊不然你是要怎麼樣 不好意思 這個我呢 就是你講到他 你沒有給他面子了 有時候變破罐子破摔了 你就積之君子變高成小人 這個都要我們的心柔軟啊 對老子中留下來這些 異理啊 會蠻有體會的 比方 教人以善物過高 當時其可從 好 你今天這些異理很好 你不要一下子就很高標準去要求對方 其實你要要求自己更嚴 去帶動他 要刺激可從 像我們都有聽說了 理學的太高了 比方說 這個同學生病了 業障太重 哇 這個你 你這個是上天愛 就是說 世間人 他沒學都不會這麼幹啊 但是你學了假如沒有注意到自己 一種控制要求的話 就會發生這個情況 這樣呢 家裡的人或者團結的人會壓抑 他看你講了 對啊 業障重 但是他心裡就很難受了 所以我早上提這個應主說 世事長存終數啊 這種心境很重要的 我們修行是要修正一些習慣 其實我們沒有很警覺在境界當中 觀照自己的話 我們本來的習慣是言以律人 寬以待起 你說一個人每天念讀起多少個不對 我們也沒有面壁思過 沒有啊 可是別人講一句不對的 我跟你沒完啦 言以律人 你看古人不一樣啊 古人 比方說楊簡 明朝一個大臣 睡覺做夢 夢到偷人家兩個禮子 醒過來之後啊 不吃飯 面壁思過 我夢中 會有這種夢 代表我自己聖徒 這種修養不夠 但是反而 他這樣的人 他做出來對外是什麼呢 他對外是 這個隔壁家的屋簷 做得太過來了 下了雨都淋在他們家 你看 家裡的人你看 都淋在我們家 雨添掃 然後 這個旁邊的鄰居生小孩了 他本來都是做驢子去上草 他把驢子賣掉了 他把驢子賣掉了 為什麼 驢子會叫 小孩那麼小啊 驢子一叫怕 就怕了 嚇到了 他們家的祖墳呢 被小孩玩玩玩 推倒了 那管家跑 哎呀 祖墳被推倒了 他有沒有傷到人呢 你看他眼以律起 但是他表現出來寬以待人 所以我們不能學顛倒了 這個 中術的存心 就很能夠去體虛人心了 所以 教人以善物過高 當世紀歌手 工人之惡物太嚴 就是你指證人家的錯啊 也不要太苛 要施其勘掃 我們有時候說 歸過於失事 這個都是人情思理 歸過於失事 揚善於公堂 對 對 推 推薦你們可以 這個隔夜別路 不是很多 但是這些確實蠻輕疲的 好 你比方說剛剛那孩子按電梯 你先了解一下他的心理狀態 他說 沒有我覺得好玩 那你跟他說 這個電梯啊 停一次 啟動一次啊 要耗多少電 欸 那電梯很重的啊 所以你 他一停下來 又再啟動 那個都要耗很多電 所以這是公眾的 我們不能 我們不能 因為我們的行為去 去損害到這些 公眾的這些資源 就是一個機會 教育點 引導他 人 存心啊 都會 是會 可以感受福報來的 你去珍惜資源 這個就是靜田 福田心根嘛 大分三種 恩田 悲田 靜田 真的啊 我們的心夠靜啊 你任何情況會有 靈感出來 事有百折不勞之真心 方有萬變不窮之妙用 重點是不能動氣 一動氣啊 佛菩薩跟祖先加持不上 因為我 我最後代班呢 代六年級 那個班上號稱有四大天王 真的 四個都不簡單 我去代 我就是一直提醒自己 不要鬥氣 不要鬥氣 然後你就會 有靈感出來了 怎麼去處理 有一天呢 有一天呢 有一個南海很乖啊 成績也很好 他就跑到 我的這個座位旁邊 然後就跟我說 這幾個同學 最近比較乖了 他也很高興嘛 然後他們說 今天老師來 不知道要出什麼招了 就是這幾個孩子 他會怕我出什麼招 我一定 背後發亮 因為我每天來了 他們到底要給我出什麼招 所以你要定得住 我們已經看布袋戲 你們看過布袋戲嗎 挑一下 台灣這麼好的這個藝術表演 我們都是看布袋戲長大的 忠孝結役 很好看 那個在學校讀書 都爬槍出來 回家裡看 你看那個 布袋戲都是演這個 武功的嘛 你看兩個人 在那裡 一觸即發 是吧 誰先出手 就誰輸 為什麼 沉不住情 好像陳隆的 武打片好像也是這樣 就是你高手對焦的時候 看誰先動 誰的心先動 沉不住氣了 對啊 從佛法來講 你不被他轉 他就被你轉 所以修行要練不動氣 也不動邪 所以 定得住 真的快要發作的時候 趕快心裡面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調補一下 好 下一個問題 你幫我唸好不好 你幫我唸好不好 你坐嘛 坐 早上看到大家太高興了 可能講話有點講太多 每天要跟阿彌陀佛求一下 有老師來 但修行要安住當下 當沒有老師來的時候 可能就是佛菩薩安排 老師上大講座 大講座不是人多 大的意思就是 年齡層跨度 甚至於是行業別跨度 你要通通顧到 這個鍛鍊就比較多 所以 可能是這一位老師是 天將將大任於世 對 就是我們佛菩薩安排 其實 假如剛好 沒有人手的話 你就安住當下了 練了 當你是這個心境的時候 孩子也在感受 其實 學生是蠻能感受 父母跟老師的心的 對啊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教 我有留下來 教一些成績比較 比較不理想的孩子 然後就會有成績不錯的孩子 主動要協助 就是我們的心啊 其實會跟孩子起一些叫感 假如你 很有耐性 可能一些善根比較好的孩子 不要講話了啦 就是可能他會站出來 會 會 協助老師 當然喔 假如是這樣的情況 這個也 不要刻意去感淨度 因為有時候你 你感淨度的時候 看到一些情況 你也會著急 你的心怕 會受影響 好 那就順著 當下的語言 去機會教育 你也會著急 你也會著急 那 這個我們回想一下 人成長最多的時候 往往是遇到境界 都快要 超出我們的承受能力的時候 特別能把潛能激發出來 來 我曾經跟大眾講 考試沒有越考越簡單 不然就不叫考試了 結果我這句話講出去 我的考試越來越拿 但是 就轉一個念 你自己沒有 這麼多的考試跟鍛念 你以後 就沒有更多的 積累跟體悟就 供養 信任你的人 尤其我現在在漢學院 帶那麼多 發心的年輕人 二十幾啊 三十多的 不少 對啊 所以轉個念頭 是是是好事 李秉蘭老師說 困難越大 功德越大 歡迎困難 這個 您功德無量 首先提到的就是說 他在學校 用不上 那具體呢 這個你看 我在講學 我都要找機會 去坐坐公交車 這個感受感受 現在人民的生活步調是什麼 不然我也怕我講話 不食人間煙火 所以 因為我們是教弟子規 是教做人做事 他的原則就是 氣禮氣機 所以我們也要比較了解 他中學生現在的 家庭生活狀況 他學校生活的狀況 他會遇到哪些問題 其實這些事情 不需要花老師太多時間 但是你去留心一下 你在一些相應的機會 機會 機會點 或者你在開解經文的時候 能拉近 他們這些生活現況 他聽起來就會比較 比較貼切 就是我們教學 不要讓學生 會變成覺得 講這些道理 現在跟我生活啊 跟我人體關係 沒有關係 這樣就不夠契機了 我們學習經典 他要有受用 他才會想學 其實弟子規 應該是每一天 都會發生的事情 他假如真的有學去做 應該他就會感覺 比方說家庭啊 跟父母啊 家人的互動 他一定會往改善的方向走 你假如不照著做 你會往反的方向去發展 同樣的 這些教會用在 學校 跟老師的相處 或者跟 同學的相處 他符合這個了 他人際關係會轉好 他不符合了 他人際關係會不好 另外有情況就是 可能這人際關係裡面 比方打遊戲 這是不好的 可能他會覺得 我不會打遊戲 好像跟這些同學 融不進去 這是另外一種情況 那這個就是一個機會點 你看看同學們 這些特別一起喜歡打遊戲的 你觀察一下他們的狀況 因為我們不是灌輸 不是命令 你是順勢的 讓孩子自己去感受 去觀察 是吧 讓他 把這一個 掛愛 這一個 希求 讓他自己想 去感受 你甚至可以進一步舉例 你說 你不判斷是非善惡的話 比方說 那幾個人好玩 去偷東西 他們三五個都偷了 你偷還是不偷啊 很多黑社會的人 就是這樣進去的 是吧 大家 幹不好的事情 一夥一夥的 你不幹好像我容不進去 那就很危險了 所以孔子有說 這個時候 交朋友 交友之道 你可以順著 跟孩子交流 來 入鮑魚之事 久而不倫其臭啊 入孜然之事 久而不倫其鄉啊 君子 這個 益者三有 損者三有 益者三樂 損者三樂 怎樣的朋友 對自己有幫助 怎樣的朋友 對自己有害 他要判斷 但是不要讓他跟 行為不好的孩子 形成對立 也不需要這樣 我們現在 我們自己還影響不了他 我們先把自己做好 等我的 Energy很高啦 一放光他就 像佛陀這樣 有時候幽默一下 這個 再說 這個也論語裡面 所以我是感覺 教學相長是真的 有時候孩子他的一些困擾 也會 激勵我們 更深入經典當中 去給他找一些 可以應對這個的 這些正確的教理 你看益者三樂 樂意有 樂 樂節禮樂 就是君子有三樂 然後 異損者三樂 樂 樂交友 我一下想不起來 樂意樂 樂宴遊 樂 就是 這裡面所 敘述的就是那種 就是 喜歡這種 喝東西啊 吃東西就 流連忘返 或者就是 反正就是這種 歡樂 然後很放任的 就是這種 以這個為 人生的快樂 這個就是錯誤的樂 那個是中欲 樂節禮樂 樂到人之善 這個是 好的一種 嗜好 是往這個方向來發展 所以嗜好 也是 對孩子的一個引導 但是現在就是說 一來 他打 但是 他是越來越嚴重 對啊 就是你任何一個情況 你都要順勢的 去互念孩子 甚至於是 為什麼那麼多孩子喜歡 打電動玩具 打電動玩具是一個結果啊 原因是什麼 原因 原因 我也是 我在那裡 就是當事人 對 你打完遊戲的感覺是什麼 其實很爽 這個 他的代價就是你的健康 還有你的專注力 專注力啊 對 打得不錯 不是也很專注吧 對啊 但是就是 你該要專注的時候 是上上班啊 或者是上課 專注不了 那個力量已經用到那邊 用不上 那你體力耗損啊 對 就是健康 對啊 那他 冷靜下來的時候 他知道 爽一下而已啊 非常正常 非常正常 因為我們要到有定功的時候 你這些誘惑的東西啊 才會完全不動心 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有誘惑他的東西 你看我記得 成長過程有好多次了 我一看電視 媽媽在旁邊叫好幾次 沒聽到 有很多東西會讓你沉迷進去 但是你假如修行 你越聽經越覺得 一份時光一份命光 你繼續這些東西你拔不出來 你就要去輪迴 你看聽經文法 還是挺重要的 再來就是說 你看 古人我看也不打電話玩具啊 就是 我們所成長的環境啊 他從外在的 但是 這種 比方說 都市叢林 或者家庭的氛圍啊 都不夠放鬆 你看我在高雄市長大的 跟在內蒙古 一片大草原 好像是不一樣 是吧 我假如在澳洲長大應該是不一樣 最起碼 可能會比較開闊 對啊 所以孩子他可能接觸自然的機會太少 你看古人啊 在那樣單純的環境 他都每一天要彈琴 論語裡說不色情色呢 讀書人每天要彈古琴啊 調自己的心情 你看他登 他就 功傷絕之語 對照五張六腑 所以他很希望那個爽的感覺 就是他已經 自己也不知道了 他內心其實是有壓抑的 他要透過一些方式 把這些情緒抒發一下 但是這種抒發屬於症狀節 而且這種症狀節還有副作用 隔天上班沒聽聲 師傅這為什麼我現在彈感情就是這樣 現在什麼 彈感情 你看這個代表他為他自己的生命在找出路 那比方說他假如聽聽經聽得更多了 他可以用阿彌陀佛 是吧 對啊 每個人方式不一樣 但是他 他最起碼他要真的能達到抒發的效果 對啊 所以就是說 我們修行就是不能著向 多去了解那個原因 我們一著向就是在指責他的結果 你體恤他會給他一種感動跟力量 你指責他有時候會讓他一種沮喪感 所以人與人之間是用心在交感 所以人與人之間是用心在交感 這個一定跟善根有關的 就是比方說在一些誘惑面前不動 就是比方說在一些誘惑面前不動 但是每個人的短板不一樣 你在賭的時候不會動心 可能在其他的地方會動氣 動心 每個人 每個人修行的重點不一樣 修行是很細微的事情 你比方說 了凡視訊裡面有一段非常重要的 話 我感覺這一段話聽不懂啊 人際關係會出問題 這一段話不容易聽到 這是了凡先生的智慧 他可是阿維越士菩薩 他這個家世不一般 他的爺爺他的爸爸都是 無疾而終 往生極了世界的 所以那個了凡師兄人講得那麼精闢 他有他的background 他的太太也很賢慧 而且這一段話我覺得他用心良苦 他講這一段話以前舉了 就是 與人為善 其順在雷者 順在雷者 這個地方的捕魚都互相爭 你看順王用什麼態度 策然哀之 他沒有指責喔 他看到這個人民這樣互相爭奪 他心痛很心疼 策然哀之 然後他去幹什麼 自己讓 看到別人讚嘆那個讓的 一年之後 這個地方都互相禮讓 這個地方都互相禮讓 然後呢 了凡師先生很厲害喔 運用大順的功難 五五五五 背處莫式 莫式 莫式就是莫法司機 我們現在處在莫法司機 我以己之常蓋人 不要以自己的長處去压人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啊 这种话不能讲 危机是常盖人 危机是善行人 不要以你的善行去好像炫耀 给别人压力了 危机是多能而困难 你不能能力才华很高 让人家好像跟你相处起来 很有压力 收敛才智若无若虚 这个是自己的态度 假如说我们今天没有这一段话的心境 有时候会觉得 比方说财色名利 可能我们财啊色都不动心啊这些 哎呀怎么搞的连这个都 那个就有点隐藏盖人 而且这个态度其实一起的时候 我们会忽略自己很需要修的部分 人心巍巍啊 人的心常常能起高下见的时候 他要公于论人者查己必输 他的精神用在看别人上面 你的内观的功夫啊 就会减弱了 所以他说 输令才智若无若虚 见人过失啊 寒荣而掩护之 见人家有错啊 包容 甚至给他台阶下 注意哦 台阶是要别人给 不能自己给 这法不能用错了 是吧 比方说 这也是一个习惯 我印象很深啊 我一些习惯也很重啊 比方说我们念高中的时候 初中同学聚会啊 聚会啊 然后我们迟到了 迟到时间还蛮长的 然后我一进去啊 就开始顾左右而言他 然后我们有一个同学 现在好像在美国做导演的 这个同学他住在纽约嘛 我印象很深 有一次我就聊到别的地方去了 然后他说 你为什么每一次都能 把你的错误就换到 你都 就照理讲应该是自己要先道歉吧 一下子好像就被自己晃掉了 这个叫给自己台阶下 是要给别人台阶下 不能给自己台阶下 这个法用错地方 是不行的 寒荣而言父子 依则令其可改 你留面子给人家 人家惭愧行为起来 依则令其有所顾忌不敢中 他知道你知道你不说他 对他有一种 一种威慑力在 那个表情是我知道我不讲 见人有违藏可取 小善可路 凡人舍己而从之 就是成人之美 且未厌称而广述之 就是多赞叹他 就是末法时期 我觉得了凡先生这个处事 开解很精疲 假如我们人际关系里有一些不愉快 可以念念这一段 可能有些要可以修正的部分 我是感觉我们也不要另习给还是肯定 但是你肯定的重点 可能要在他的心态上 而不是在外在的成绩上 你称赞他的心态上会长他的做人做事的善根 包含他成绩好你也可以引导他 这也是因缘生法 老师很认真教 但你不要说连他都不肯定 我感觉我们不要走极端 也是很真诚去肯定孩子 他的可贵的地方 但不要去炫耀就好 对 然后孩子在求学过程中的 他的心态的忽略 你父母老是不知道了 在大陆啊 成绩一夜又时候的孩子 心理问题可能相对重 他那个得失心呢 患得患失 哎呀我都遇过这些自杀的孩子 那都是成绩都是顶尖的 他忽略掉他的状态心理状态 所以你父母老是会引导啊 他每一次考试 你会很好的告诉他怎么 可贵在哪 可以检讨的在哪 你是调他的心态 而不是跟别人比 你跟别人比你就会落入痛苦 成绩会比 写个书法也会比 对啊 所以我们汉学院的书法老师 他总结四句非常好 他是李秉兰老师的学生 他说 言为心生 智如心化 所以写书法是在了解自己的心呢 这个观察智心不与他比 智心一触无事不办 训练专注 一笔不苟 一心不乱 所以写书法跟往生是有关系的 你会用这一段四个句来 你做任何事都跟往生有关 你是一笔不苟 你对人的态度也是不苟 我讲每一句话 皆从真实心中做 我讲话是功的 做事是功的 都没有离开净土为归 念佛要用真心念 做事也要用真心做 这个四句我再寄给你们 我找一下 你帮我寄一下 我现在五十岁了 记忆力没有以前 我现在已经到中秋了 陈者上一次十几年前来的时候 在座有没有 除了 我有一个学生九岁 我去汕头的时候 他居然在底下听歌了 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了 这个是教师培训怎么有小朋友进来 他妈妈给他们带进来 现在已经27岁了 18年了 现在在今年硕士要毕业了 在英国安学院 对啊 所以这个 这个结缘结的 哇 这样的孩子 就是你讲什么他都听了 跟你原生 所以大家 初恶老师 放长线 看得有 这下一句就不能讲 掉大脸 我们有时候在台上说 像睡觉睡不着 翻来覆去像奸 本来要讲奸语的 奸别 就是你会突然感觉 这个不对 要换一个词这样 讲的还是一种锻炼 好 其实这个还是老师要结合到他的生活去 去开解 美国有同修把戏讲的第一次规翻成英文了 OK 对 那个就可以配合讲解了 我再寄给你们 他的那个网站叫Pureland Pureland 对 那他翻的就是完全是美国的 就是因为 好像有一个说法叫 Chenglish 是吧 Chenglish 就是你翻英文的时候不融入他当地这个国度的浅词用具的话 你虽然翻成英文了他们听起来是乖乖 没有 精力就是圆满 大家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 传统话是很可爱的 发意圆满 精力就好了 传统话说莫以成败论英雄 就是 精力就是很可贵的 就像诸葛孔明是忠诚的代表 他已经尽力了 虽然他没有复兴汉思 那阅读的话呢 深教 言教 敬教 教育不会 教育大分则三块 首先 你家庭当中 团体当中有没有阅读的气氛 这无形当中会带动孩子 敬教 深教 再来我们老师讲课的时候 讲故事的时候能够引人入圣 就容易吸引他 那这个还是循序渐进去带动 对 就是也要触动他 那当然也不是每个孩子都很适合读书来 看他的才性吧 能够尽量带动他 多少带动他 然后他假如有其他方面的特长 这些特长其实也可以立重的 也可以多鼓励他们 行行出状元 这个认识还是蛮重要的 包含这些书 引导他看的时候 跟他现在的结合起来 他也觉得这些书对他很需要 可以给他一些帮助 对 那可能就是说要引发他更强的一种 志向啊 兴趣 对 那是什么书是对于他 那就要看 他的当前的人际啊 人际关系 有没有哪一些古文 比较香气他 现在的这些生活 他觉得学这些东西 对他很有指导意义 或者 这种年龄的人立志挺重要的 古代像德语课本里面 都是非常美的文言文 每一个故事都彰显这个 孝提中心理义廉止 那这些风范 也可以讲给他听 那这个可能 对他立志效法这些人 或者从这每一个人学到做人做事 他的受用会大 受用大的兴趣就会高 对 群书三六里有翻成四本 英文的 然后也有我们有 一些同仁啊 他们也翻老和尚啊 一些开示啊 你再帮我记一下 我把这些可以提供给你们 对 这个确实也是有必要啦 英文 用英文来讲的这些传统话 还是挺有必要的 我们刚好今年要开用中文教汉学 对 1月13号 这样记一下 我把那个海报寄给你们一下 可以上来看看 用英文讲汉字 有我 对 用英文讲传统经典 讲群书之药 对 全部都是英文的 四个人之间 对 这个有很适合 这些也有 对 好啊 这个我们来努力一下 刚好今年九月要开学了 好 还有吗 师傅 对不起 那个用英文讲传统的话 它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视频呢 还是就是听而已 视频 视频 讲的 书本 视频 视频 讲课嘛 对 你知道必须 用英文讲的 视频 我那个信讲历史规则是用英文讲的 他们配音呢 读英文 读英文 对啊 对啊 对 有有这个部分确实要多多一些 我做小许 好 好 我帮刘欣一下 有蚊子 它飞得很慢 还是吃饱啦 我怕不说蚊子也慢 哇 你看 都会影响 我今天在听清 哦 谢谢 谢谢大家 阿民